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班的 除了上班的 骂人 他就还有什么想要的 想要吵架 那缺什么你总该知道吧 缺男人 得 这不又回卖人气了去了 什么卖人 卖身的 你知道我跟谢小诺 我们是什么人际关系你知道吗 什么人际关系 我们俩现在是水火不龙 不共戴天 还卖身呢 我不想卖 他也不想买 还卖卖 不是 人家那个女王范 你知道吗 你喜欢小白脸 你 太老了 滚嫩你 你咬不动 这蛋炒饭太难吃了 你给我拿点辣酱 我给他调一下 来 你调一下 你看 背马呀 怎么了 这说错错了 早就到了 正好 一会儿你得好好谢谢你啊 来来来 我谢什么呀 我先躲一下 你那包方有什么 包方有客人来 你去谢他口头 谢谢你 你去谢他口头 谢谢你 我怎么说出口啊 怎么说出口啊 你听我说 我刚才不是讲的吗 他对我胸我有招 他对我好问 无法面对 明白了吗 你再说 我就是谢谢他 对吧 我也得先思考一下 怎么说啊 这样你先跟他聊会 然后你先汇报一下 好不好 我先躲一下 你 往哪儿躲啊 你厕死我 对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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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汪哥 谢谢你 给我来一杯橙汁 来 一杯橙汁 对 再送一盘钢果 好嘞 我到了 您在哪儿 您是找厨子是吧 对 您是马先生 是是是 坐 先生 您拉着什么 然后我两句话就走了 好 好 这个 这个我送你 谢谢 不客气 你会做什么菜啊 天津人物 咱俩就会做天津菜 天津都有什么菜 天津人物 爆子饺子 然后盒子面条 瘦肉 死瓜汤 冬瓜瓜子汤 都天津菜 是这样的 我们家呢 人比较多 口味不太一样 大部分人呢 喜欢吃南方菜 你会做南方菜 会 天津菜 甲糖 就南方菜 那川菜呢 天津菜 甲滑脚和辣脚 就川菜 合着你这天津菜 是万腾的呀 反正都是这样 做千变一律的 不好意思 喂 姐 我知道 大姐夫都跟我说了 我正加班忙着呢 拜托 您也太荒谬了 让我一个从来不会做饭的人 马上给你们做出一桌子菜来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你别跟妈说啊 什么都别说 放心吧 在家等着啊 好吧 猫哥 这漆都快擦掉了 忙了还一个 有事啊 没事 没事 你先忙别的 有事我叫你 好 那好 那你聊吧 那行 你可以先走了 如果需要的话 我会打电话给你 好 那我先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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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没 谁走呢 洗澡了我呀 没走 那干嘛呢 面试呢 面试呢 又相亲 不是相亲 找出师吗 找出师吗 干嘛找出师 我哪知道 走走走 别在这儿我干嘛去 那你们同事都咋去打招呼了 见一面 我不打招呼 我等着走了以后我才出去 你怎么不见得你 你这带哪儿饭 你就是吃的不是好吃 怎么走 我没吃 走什么店说 你都还过去谢谢你 我怎么歇 麻烦你请喝杯酒 是吧 我可不敢请他喝酒 账放我的 这不是钱的事 那不是钱是什么 不是 你去不去 你不去我喝 我把他叫进来啊 你干嘛不可以啊 你跟着我 咱们 去死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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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贝敏 你订三个披萨 送到我们家 现在马上送啊 口味啊 随便了 你看着办吧 行 晚饭钱啊 一定要送到 就这样吧 你别看着我就走吧 没有啊 谁说我要走了 我以为你要走 吃饭了 你刚在厕所 在厕所里吃饭 你这个屁好还挺特别 不是 不是 我刚才主要是我看见 你 我刚才在厕所 我反思呢 反思 对 我反思了一下 主要是反思我们俩之间 我觉得 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 不是很健康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都有原因 其实你这个人 我通过这一段时间相处 我觉得你挺好的 对 表面很凶悍 但是呢 其实是刀子嘴 豆腐心 虽然嘴上很厉害 但是呢 心很软 很豆腐 你肯定是误会了 我这个人就是挺凶悍的 而且我就是刀子嘴 我不是豆腐 我也不爱吃豆腐 不是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真的不爱 我 那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我是新鲜 我 我 你需要厨师吗 对 我看你在招厨师 好像招了半天 没招到合适了 我做饭很好吃 真的 我什么菜系都会做 各种汤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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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相信一下 这个蛋炒饭实在不怎么样 但是呢 我给他放一个辣酱 重新料理一下 可能就不一样了 真的 不信你可以尝一尝 你看 它肯定就不一样了 做饭我也很有天赋 真的 如果你信不着我的话 你可以试吃 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你需要 可能你需要有个厨师照顾你 给你做饭吃 我的意思好像就是 其实你这个人挺 挺 很 很伟大 不是 你很无助 不是 你很无聊 不是 你很 其实你也很无奈 猫哥 你能把那个冷气 关小点吗 我觉得吧 你还是 回厕所里去吃饭吧 好吧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面对他吗 说不出谢谢 我刚才说的 要把我自己都气一身 鸡皮疙瘩 尴尬不尴尬 我走了 姥姥 我饿了 吃点食不饱 好 姥姥房间里有饼干 跟太太一块上去吃一点 妈 您别扛着了 再饿坏了 去吃点饼干 店店 妈 要不 我 我先去把饭做上 不用 等 大家都等 什么时候谢晓诺回来 什么时候做饭 什么时候饭做好了 什么时候大家再吃 制度就是制度 不能破坏 姐 你上回做的鱼 可这够难吃的 不关我的事 刘易找的少 你们俩那哪是做饭 分明是搞化学实验 不过做总比不做强啊 我们在妈的英明领导下 以后呢 每周都争取进步一点点 对 每周进步一小点 每月进步一大点 今年的年夜饭 也是你们两口子的了 我 好 我去看看 他还有脸回来 未必是小诺呢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 妈 小诺 留话了 要是她今天加班 忘了做晚饭 所以呢 给大家叫了外卖 让大家吃得愉快 又是叫外卖 披萨 我最爱吃披萨了 小姨买的吧 小姨万岁 妈 小妈 什么 那个 披萨 我的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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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得得得得 我呀 就吃点这点心得了 上一次啊 吃麦当劳 吃得我呀 吃饭胃病 这 这 这又吃这个 这吃饭披萨 非得闹我个肠颜不行 这 我这 你连这味儿我都示好不了解 我看他今天晚上回来了 别这么跟我谈 你要去看 下午饭 不过去 如果你想不出了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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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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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夫 小诺 快十一点才回来 这 晚上没吃饭呀 披萨没送吗 来了 来了 我这 吃点宵夜 那个披萨我也吃不饱了 那行 我知道了 下次我送好鸭 回来了 谢谢小诺 爸 我吃完了 我去备客了 妈 我 睡有点晚了 是吧 坐下 我跟你谈谈 妈 不用谈了 我已经知道了 我下次绝对不送披萨 送热熬饭了 下次你还要送外卖呀 我真的忙 再说了 那外卖不也是饭吗 比我做得好吃多了 你别狡辩了 你再忙 你可以弄点半成品的 事先包点饺子 馄饨 往冰箱里一放 关键 是你对做家务的态度 不端正 您就别难为我了 我就不是做家务的料 那谁是啊 不都是后来学的吗 我年轻的时候 上 要伺候公婆和丈夫 下 还要养活你们 这三个姊妹 哪天让你们饿着了 我坚强啊 我最后 把那个互联的工作 那一大摊子 搞得红红活活 妈 妈 行了 我做 我做行了吗 只要你们吃 我就做 行吧 那今天这个不算 明天正好是周末 饭还是你做 妈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 躲过了 躲不了 这一个月里 能不能没有初一和十五啊 好 好 戴古顺 我是谢小诺 你不是说 你那边可以试试吗 怎么了 你呢 你是想让我教你啊 还是 我就全替你做了 我给今天有时间 还是你做吧 行 那你请多 喝茶 这世上有那么多人等你找 为什么却偏偏要闯入我的小岛 你知道我不稀罕你来关照 看来你根本不懂什么叫不需要 喝酒 喝下去 你不能够 你不要 我却就不怕你 为什么反我 闯进我生活 有什么都不肯说 还有最后一道菜 青椒肉丝 最后一个菜 我来做吧 你来做 你是不是也觉得 做饭很好玩 我看你刚才做菜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也想学学 而且以后 不能总麻烦你啊 那是 我又不是你亲你 想从哪步开始学起啊 不知道 切菜会吗 不会 先从切菜学起 把这个鲜雕切成那样 至于怎么切 先自己想办法 来 走 走 等会儿 干活应该有干活的样啊 别紧张 啊 你继续回去 哎呀 哎呀 别那么紧了 你那样是切黄果啊 啊 中间皮你看 哎 把这籽扣出来 看这样子 你什么弄不会啊 怎么会啊 什么也挺好的 哎呀 哎呀 我告诉你 这个手啊 手洗上它 这样 用 用这个部位 顶住这个刀本 防止切手 这时候我不紧张了 啊 啊 干嘛 这怎么了 我叫你切菜啊 不用 我会切 哎呦 你说你紧张什么呀 我就是教你切菜 你想我要 哎 哎 我 我 哎 没 没 没事吧 哎呀 哎呀 我没事 你进来干嘛呀 给你创可贴 哎呀 你紧张什么呀 我不是就是教你做菜吗 不过你你你你你这个紧张 说明你这个心理 就是你刚才紧张了 哎 哎 创可贴 哎 你紧张什么呀 你这項好 investors 你是中国の宵 мире 我另想要是你 哎 要是自己的 embструмент 没有 詞混音 другой 喂 喂 哇 喂 老代 幹嗎呢 沒幹嗎 怎麼了 欸 那個 昨天那個投資公司 又給我打電話了 哦 怎麼了 他們呢 找我要你的電話 我就給了 但是給完之後吧 我覺得有點問題 怎麼不對勁 beer的 昨天不是說是 謝總推薦的嗎 呃acy 今天有個女的 給我打電話過來 我不放心 我就问了一下 但是他们说他们 谢董是个男的 根本不认识一个叫什么 谢小诺的 这怎么可能呢 诈骗公司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不 不 老大 关键是 我把你的电话给他了呀 没事 他们真敢打电话来 那就再说 行吗 好好好 好 我问你个事 你认不认识一个 叫巨富龙投资公司的陈总 不认识 你确定吗 你从来没有跟这个 投资公司联系过 也不认识他们 那个姓陈的老板 我确定 就是 就是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从来没有帮我 去找过什么合作伙伴 我为什么要帮你 找合作伙伴呢 你不是说了吗 你的事不用我管 我没那么自作多情 那是我自作多情 还有一个菜 我做完了你拿走 不用了 就这些吧 做这些菜需要多少钱 干吗要钱啊 凭什么不要钱 我帮忙吗 你凭什么帮我 我说为了报答你吗 你帮我找合作伙伴 我为了报答你 我说了我没帮你找 我忘了 梅梅梅 我觉得我跟婚纱 跟我晚上看得不一样 就算不是你帮我找的 我这朋友帮我忙无所谓的 我跟你不是朋友 你家怎么会要忙的事 咱们一码归一码 两百块钱 做菜的钱 咱们两清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呢 你手滑破了是有点疼的 那不是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才是想教你做菜 我对你没什么想法 你怎么就没想法了 你这种人我还不知道 就是见一个泡一个的人 不对 这事你怎么还能耳熟呢 我应该觉得他是说的 那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你是方便面呢 谁都想泡那事 什么呀 你 谢总 不是 你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不是 不是 谢总 你听我解释 我们的关系其实 不用解释 你们什么关系 跟我没关系 对对对 他们真没关系 他们已经分手了 分手了吗 对 我 我们已经分手了 对什么对 我告诉你 我们俩分不了手 不不不 不是 谢总 我们真的已经分手了 我这次回来 就是拿我东西的 这钥匙还给你啊 巴巴巴巴巴巴巴 巴巴不得离开你呢 那个我现在钥匙还给你了 以后不会再来了 以后不会再来 那你去哪儿啊 他要去结婚 结婚 跟谁结婚 跟方家 别闹了 戏眼差不多行了 对 对 对个屁 跟方家想都别想 我看手看脚埋了他 戴果顺 你别太欺凌霸事了 你凭什么不让他结婚呢 还看手看脚埋了他 你以为你谁啊 多不愿 结 你结你的婚 我看他能把你怎么样 谁欺凌霸事 你 你了解我们什么关系吗 不用知道你什么关系 我知道你这个人就是死 什么叫知道 不 你以为你 你 你 你以为我 我谁啊 不 什么情况 你们跟着我干吗 谢总 刚才真是谢谢您啊 用不着谢我 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 我刚才只是看不惯而已 不是 谢总 其实我认识您之后 真的改变挺多的 你给我很多启发 我觉得做女人 就是应该像您这样 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梦想 我以后都不会靠 别人生活了 您就是我 学习努力的目标 向我学习就算了 不过 女人确实应该自立 希望你这次结婚 是慎重考虑过的 不是意识冲动 谢总 您慢走啦 想不得我 可可可可可 Khos 你屯不敢要 你居然告死我爸 我要结婚 你疯了 感谢我爸 这叫将计就计 看不出来嘛 你这肖脑还挺好屎的嘛 好刚用到刀刃上 你懂不懂 这会儿我突然觉得 好像没有骗我爸来 因为告诉我爸我要结婚了 我真服了你了 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可爱啊 自娱自动吧 多多给 多多 给奶奶留这儿 给奶奶留这儿 味道怎么样还凑合吧 比外卖强点 小诺 再给我盛碗饭 饭吃气饭饱就行了 给我加 给我加 加点 少加点 今天谁都别挡着我 我这桌上很久没有吃到 这么霸道的红烧肉了 给奶奶 淳贵奶奶 我还可以说啊 我今后啊 天天吃这个红烧肉 这个给我尾上一点 别吃 先给你 这个要不是老婆管得紧 我要再来晚饭 小诺 我建议啊 以后这个红烧肉做双份 奶奶自己一份 我们大家吃一份 开什么玩笑啊 说好了一周一次的 我没权利剥夺 你做饭的事情吗 别气候啊 否则继续吧 好了 好了 根据我品尝的经验 再加上刚才大家的议论 我觉得啊 谢小诺同学这次做的饭 超出了大家的水平 这就更证明什么呢 更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它不是个能力问题 它只是个态度问题 谢小诺同学 我希望你白吃干头更进一步 借交借造 多多传授自己的独门技艺 让大家分享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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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了 我爸又犯病了 严重吗 很严重 那 那赶紧去医院呀 叫你别耽误 要来省城检查 好好好 那你们进去那边就来 我这就是一个 你安排住的地方 对 路上让我爸小心点 好 怎么了 国庆 你爸妈他们要来啊 我爸这腰椎间盘突出又犯了 这次挺厉害的 走路都能照顾 可了不得了 你们都不知道啊 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 又是不是会疼死人呢 那他们还来 这一路上一折腾 不是更严重了 在县医院治了几天 稍好一点 带医生建议他们来 省城检查 你们不用担心 我这就去给他们 安排住的地方 你等等我去 你准备给他安排哪儿去啊 就是学校的招待所 他们以前来都住那儿 熟门熟悦的 挺方便的 以前是以前 跟现在情况不一样 你呀 把你爸爸 接到家里来住 不 妈 这不好吧 那有什么不好的呀 这个父亲来看病 住到儿子家 不行 那你说让你这个娘家妈 我这脸上怎么喝呀 那才不行呢 再说了 这个招待所呀 没法住 那里头 除了忽略一层墙外 里头全都是 不 不 不说 能不能味儿啊 再说了 那台阶 这么 这么 这么高吧 上上下下 年轻人都得喘 你说你爸爸 这件半通书多疼啊 上上下下再出点事 那将来让我怎么面对他呀 妈 没那么严重 你别说了 来 来 你坐这儿 我跟你谈谈 唯一国庆家的爸爸妈妈来 我就建议她 直接就接过来 接到家里住 大家有没有疑义 对 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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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 你这个主意倒是挺好 你说可是 那老汪两口子来了 住哪个房子啊 奶奶提出的这个问题 非常好 这样啊 咱们就这个问题 大家再深入地来讨论一下 不用 妈 就住我们那儿 不打扰大家了 那哪成啊 小米休息得早 你每天晚上还要备课 就算你 你们俩能坚持 那叔叔阿姨她也休息不好啊 没事的 我看还是这样吧 到我们那里去住 我们两个到公司 去凑合几天嘛 公司能住人吗 咱有房子呀 那个房子不是又租出去了吗 让他们搬出去呗 怎么又要搬出去 行了行了 别争了 现在体现出单身的好处了吧 住我那儿吧 反正我一个人哪对付都行 不用 晓诺 你老加班休息不好 这让我上课都无烟面对学生了 扯哪儿去啊 这跟你上课有什么关系啊 肯定得住我们那儿啊 大家别说了 住我们那儿 对了 我出个主意 叫他们老两口啊 住我那房子 我呢 就这几个孙女家 挨着住 怎么样 奶奶 你们别跟这儿起哄了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争了啊 不要争了 我决定了 汪伯父要不好 上楼下楼的不方便 咱们呢到时候把这桌子 拿开 在这儿搭一张床 再拉一个围边 您都决定了 还让我们讨论什么呀 直接宣布我就完了 这么说 大家都同意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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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对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啊 二姐夫的爸妈来了 咱们这个做饭的制度 是不是得改一改啊 你看我第一次做饭 就出现血的代价 后面万一有什么闪失 让人家老人家吃不上饭 你说咱们家这面子 妈您这面子也过不去 是吧 对对对 你说得对 那就这样啊 国庆父母在此居住 这段时间 咱们暂停这个轮流做饭 由我 小米还有国庆 我们三个人来做饭 至于何时恢复执行 咱们另行通知 妈 你真英明 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 对 小米 一会儿你带着 你 你 你们三个人 把这屋子收拾一下 刘一啊 你负责把这桌子抬走 国庆 你爸爸妈们来了以后 直接接到这儿 行 就这样吧 再会 不是 那个什么 那接着吃吧 你们说咱们这样愣 是不是太简陋了呀 没事 他们在乡下住惯了 没这么多讲究 我就觉得住宾馆 不是挺好的 方便 还有私人空间 小孩什么也不懂 别瞎说啊 是啊 我不懂 这都是你们已婚复业子事 真麻烦 你们说 这次国庆他爸妈 为什么来 不是说了吗 他爸腰间盘拖出 这些都是老毛病了 这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靠这个时候的 哎呦 不会的 你想多了 什么时候啊 哎呀 傻子说了 你行不行啊 不 他们会不会以为 我再也怀不上了 哎呀 小米 你可不能这样想 怎么可能怀不上啊 其实这次没了孩子 我最怕见的就是他爸妈 国庆是家里的单传 这都三十好几了 好不容易有个孩子 好好的 我却没保住啊 这是意外 又不是你的问题 说是这么说 可是 我就不明白了 孩子有那么重要吗 没有了孩子 以后再要嘛 虽然退一半不掉 怀不上了 那又能怎么样 没有孩子 你的人生就不完整了 没有孩子 你的婚姻 就继续不下去了 他汪国庆当初娶你的时候 看上的是你这个人 又不是你会不会生孩子 孩子的事 他不是两个人能说了算的 他不单单是两个人能说 说了你也不明白 总之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懂不懂 我不懂 难道结了婚 女人就必须有义务 为这个男人 为这个男人的家人 去生个孩子吗 嗯 那如果这样的话 男人的义务是什么 男人的义务就四个字 赚钱养家 评论什么呀 谁不一定 男人必须赚钱养家 女人就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你们女人为什么一定要 把自己放在男人的附属品的位置上拿 只有靠男人才能生活 只有生了孩子才能稳固地位 都什么年代了 如果婚姻只有这样一种困局的话 那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 一辈子不生孩子 小诺 你这些都是没结过婚的人说的话 一旦你结了婚你就会明白 这有时候婚姻 你真的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 只要其中有一张被推倒 不论这张是房子 车子 孩子 还是父母 金钱 兄弟 姐妹 不论它重要与否 你的生活 就会跟着它一块崩塌了 婚姻就像多米诺 牵一发动全身 你日日代古顺吗 谁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还是不结婚后 你说你跟这些事 今天怎么样 什么事 什么事 天使投资 大份投资 诈骗犯 你别什么事 总往坏了下 怎么别往坏了下 现在骗子到处都是 前一段时间我手机上收到信息 是我手机号码很幸运地抽到了 亚洲好声音的二等奖 奖品是 价值三万的注听器 你信吗 这脸是没有 还有的直接就给我发信息 妈 我又没钱了 快寄到什么什么银行 就是压压从我要钱她 她也不会叫我妈呀 铺天盖地 只是这件事我没往那想 真是有情况 你准备做什么呢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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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死 也不能自杀 老毛 老毛 那个 那个现在 你这儿还有那个 就是有没有 我 有没有什么呢 就是那个钱 我这儿哪有钱呢 我这儿还有钱 我这儿就剩酒 要不你把酒拿去银行 看看他们要不要 他们要你去 我这酒不值一百二十万钱 不是 我想找 你看这儿 马沙拉地 马沙拉地 他肯定能帮你接这银行 转在这儿 我跟他接一百二十万 二十万 在他那儿 不算事我跟你说 他一直可看得起你啊 他是一直拿你那儿 我跟你说艺术家 魔术师 玩具师 各种师 你在他心目中 我就绝对有这个 你给我来看 只有这一招了 那还可以吃 他没比他招了 我给我拿微信 我想想 行 你好好想办吧 要不没办法 要不没办法 完毕 我 活 活不上去 算了吧 就任命了 喂 对 是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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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就是那个天使同司啊 怎么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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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钱啊 行 去哪儿了 这样 你把我 你把你的地址 发到我这个手机上来 行不行 好不好 等着啊 你等着 谁被我问 大使徒语 我告诉你啊 诈骗电话报警 他就在那儿了 所以还没有 有钱 你再说 你们 我告诉你 我和他 我给你 我给你 你给你 你给你 那你给你 我给你 你给你 我给你 我给你 你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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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你给你 你给你 别动啊 小心受伤 你这骗子挺无幸的 因为你碰见神探了 挺舍得花靴本啊 找这么一高端场所的行骗 怎么想的 再一下 别打啊 再给咱俩玩 那怎么是你啊 是我 怎么了 老大 你们认识啊 我懂了 因为上次我打了你一拳 所以你才想骗我 对不对 骗你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跟你谈合作 合作 是啊 那天我喝多了 情绪不是太好 正是你的一拳把我打醒 因为通过这一拳 我能感受到 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还有你送给晨晨的礼物 我也看了 我非常感兴趣 我是一个生意人 所以今天请你来 想看一看 我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对 是 是 感谢观看